马车停在张氏大门的时候,秦曼娇就看到了张家二三十口人,在门前排成了两三列,等候着他们。 而他,一眼就在人群中,看到了他年前出嫁的长姐,秦曼歌。 秦曼歌大婚之日,魏家敌长子并未能从南京赶回来,只因为魏老将军被炉,敌军把魏老将军头颅砍下登球体。 魏家敌长子率领五万魏家军替魏老将军报仇,然而却中了敌人的奸绩,苦战了七天七夜后,魏家五万英魂及敌家长子全军覆没。 魏家大房只剩下敌次子,魏元清,那年他也才十四岁,他带着几个魏家家卫去南京海望天,为父兄和五万英灵收尸。 听说魏家军的官邻,就像一条长龙,从街头摆到街尾,都不够容闹。 死者家属的哭号声,逼得六月飞雪,死后十年,他的长姐一直留在魏家。 后来南京又起乱世,魏家最后一位嫡子,披战袍上阵,是要为当年惨死的魏老将军及兄长报仇。 据说长姐以军医的身份,瞒着魏家所有人偷偷去南京,潜入了小叔子的军营,嫡君在战场上发现了长姐。 将他俘虏了,那位魏将军把长姐送回京城的时候,人已经不在了,听说他被敌军凌辱而死。 姐姐。 娇娇,你怎么哭了呀? 姐姐,你怎么了? 我只是看到这么多亲人在等我们,看到长姐,想到了以前那些惹得母亲和亲人们不愉快的事情,娇娇有悔。 傻孩子。 娘,姐姐,我先下马车,免得外祖母外祖父久等了。 咱面下去吧。 母亲,六妹妹。 姐姐。 知道你和母亲要来,昨日便从刺城赶到泉州。 怎么了? 就想抱抱姐姐,我有好些日子没有见你了。 人群中,一位身穿黑衣的十四岁少年,目光幽冷地望着齐曼娇的身影。 喂公子,你不进去吗? 我已护送嫂嫂到张家,得赶回刺城看看。 嗯,奇奇怪怪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